好 回到节目 我们继续来看的 就是最近越来越不平静的 南海地区 因为在牛二郊这个地方 超过135艘的中国大陆民兵船 最近几天就聚集在牛二郊 你可以看到在海面上 100多艘的这个民兵船 一字排开 这画面确实非常的壮观跟惊人 而且未来还有可能会集结更多 大陆方面感觉上 好像是要重现2021年3月份 这种传海战术 真的我们常听到一句话说 人山人海 你在这个南海最近的牛二郊 这边看到是传山传海的一个情况 好 而且也看到了中方 由他们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 牛二郊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中方的渔船在这个海域作业 是完全合法的容不得菲律宾 说三道四 好 现在看到说 是不是要重现2021年3月份 这种传海战术 但是菲律宾到底有没有办法去因应 现在是已读不回 就传无线电的讯号 他们读都不读 听都不听 怎么办 金哥 我先要想说你要如何来因应 逆来顺手 举手投降 这也是因应 你要对抗 那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我不觉得菲律宾 会采取对抗的方式 不会用激烈的方式 但是我也要提醒一下 不要动不动 看到一堆船全部叫做民兵 民兵那我现在问 它是哪个连 哪个阴 哪个牌 哪个中队 我们所有任何人 对于动不动就去指控 中国大陆 这个是海上民兵 对 没有一个人讲得出来 它是编制 或者说它的番号 究竟是穷州牌 还是三亚联 还是什么 没有一个都不知道 你看到渔船那个汇集 你就认为它是民兵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另外一个 一堆人在那个船上 船上是坐水牢 假如你今天没有去打鱼 没有去真正去作业 憋都在那边去憋死了 那个人都会无聊到那边 你想想看 那个上面的生活空间 所以不要说今天看了一个树木 然后拿出来做宣传 这是菲律宾的老招 而且这个牛厄礁 基本上是九张群礁的一个附属礁 在这里头 这个中国大陆 在这个东门礁跟吃瓜礁 已经建有这个 就是比较完整的设施 但是虽然没有说是像 建道跑道那么大 但是它也算是相当完整设施 在鬼海礁上 还有两个高脚屋还存在 所以基本上来讲 除了一个景洪岛是被那个 景洪礁是被那个 叫做越南里面占住的话 其他这个几个主要的 能够去进驻 或者去建设的礁 现在全都是在这个 就是中国大陆的手中 那今天在那边 这个渔船之中 这个地方要去查查 就是渔汛 这段时间那一带也没有鱼 那个渔船你在那 没有没事 然后在那边 全部在那个里头去 窝在那边 那个鳖都把人鳖死了 所以我们每次读到这个新闻 真的是应该好好去理解 到底他们在那边做什么 现在在那个地方 假如我没记错的话 现在应该是在年底的话 还有一些回游的渔群在这 你说在为了渔货 然后大量的去行 对 因为九张群交 跟郑和群交这一带之中 还有一点渔货 南海的就是渔货 基本上来讲 你要知道 这个要在大江大河 这样冲出来 像珠江口 长江口 或者说是这个湄公河口 因为它冲出来辅之池 所以才有渔群的回游 所以你要看季节 今天鱼在这 明天鱼在那 所以你今天要在这 不是说今天在那边 马上就指责 这个时候指控人 所有人家聚集的 聚集是如何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我们大家 要理智去判断 为什么这些人在那里 确实了 就是说就渔民来说的话 哪里有渔货 哪里就会有渔船 因为渔货在那边 你当然要想办法捞捕 今天人家要打鱼的时候 你还不叫他去干 那个就是民兵的事 你要拿钱来贴补人家 对不对 所有民兵的主训活动 是因为渔民 在休渔期间 怕他喝了酒闹事 所以把他集合起来 三不五时来练练兵 所以因为治安的考量 远比 所以真正运用民兵的 考量为高 对 不过刚刚像 这个金哥提醒的 对就是说 他到底是不是民兵船 就是说我们可以说 他是民用船舰 OK 民用的船舰 但是这个确实 即便是民用船舰 你就看到一字排开的时候 他那个正式是很惊人的 因为树大便是美 所以中方要展现 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就是说至少是一些 民用船舰排开来的 一样的一个架势 因为现在这个局面 还是民间的 所以大家现在在探讨时 南海最近这种中非之间 互相对阵的这种态势 很明显 后续会怎么发展 朴老师您觉得 首先我们看到民兵船 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 还是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因为民兵船 其实是在2012年以后 大陆民兵船的数量 大幅度的成长 那也在地方民兵上 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那这个民兵船 其实它主要的功能 是在运输 救援 其实它不是在 投入战斗任务的 但它还是一个公共性的任务 它不是一个商业性的任务 好 那所以这些到底 是不是民兵船 这个当然需要 做进一步的确认 不过摆在那里 正式的确是蛮惊人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这个我们要看到 这个地理的位置 因为这里头我特别准备了这个地图 那在这张地图里头 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边是所谓的牛厄礁 牛厄礁在这里 然后旁边这边就是所谓的仁爱礁 然后在上面呢 这边就是所谓的中叶岛 为什么指出中叶岛跟这个仁爱礁呢 因为仁爱礁是最近美菲联合巡逻的地方 也是那个菲律宾那个马德雷三号 跟大陆在那边 搁浅在那边的地方 搁浅在那里 然后大陆之前有船 去跟菲律宾的这个运捕船 有一些对峙的情况 是在仁爱礁 那中叶岛是菲律宾最近在那里 建了一个所谓的海岸观测 海岸巡逻的观测站 所以说这两个地方 其实对大陆来说 都挑战了它的这个南海的主权 因此它现在在这个地方 就看起来这个 你说它是战斗任务不是 但你说它是商业船只 它可能也不是 但它等于就是摆开证实说 我在这里有我的存在 所以你们要做你们的这些 彰显主权 或者是说类似彰显主权的行动 那我也有我的行动 我觉得是有这样子的意味在 但是它还没有到说直接的冲突 互相有一个校正对峙 我想还是要解释一下 这个船在一起 啪啪啪啪啪接整齐 这是人类自然的行为模式 难道说是今天船运行 一定要成一个乱七八糟队型吗 大家都是整整齐齐 大家来来往往走来走去 项目交通是 这个就是说比较方便的 那另外就是刚才卓老师讲的 中叶岛上那边建了这个监控基地 假如考好看看卫星照片 其实越南这几年经营 它做的雷大战还做得 还真正相当不错 也非常好就是要去投入 另外一点我也要讲明 中国大陆是对于运补这个马德雷山上 食物这些补给它没有任何意见 但你运补工材去强化那个结构 它就要拦住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有那个差别 对 只要是运补食物或者人员换房 它基本上是让它放行的 但运了钢筋水泥 那它就把它拦下来 这是两回事 这是还是有原则的 对 OK 那您刚刚提到说中叶岛的部分 现在看到菲律宾在自己掌控的中叶岛 最近他们建了一座新的监控站 来 在画面左下方 看到这个新的海岸防卫站 我们提供给资讯 一些给大家参考 就是三层楼的设施 配备了雷达自动识别系统 卫星通讯 还有沿海摄影机 这些最先进的技术 那这个通讯站 就是海岸防卫站 它是位在巴拉旺省以西 大约480公里的地方 岛上的前哨基地 是菲律宾在南海最大 而且最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个基地 现在也看到说 其实菲律宾军方也宣布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们将来可能要跟法国 来签订联合军演的协定 让双方的军队都能够到 彼此的国家去受训跟演习 当然外界认为 这是为了因应中国大陆 在南海的扩张局势 而对法国来说 也是确保他们南海航线的自由航行 就是对他们来说 是攸关于国家安全利益的 好 回到刚刚讲到的中叶岛 现在看到在中叶岛上面盖一个 这个海岸防卫战 新的战 然后再拉西方一个国家 是法国 是菲律宾希望是拉更多的盟友来 对抗这个中国大陆的力量 还是说它背后的一些想法是如何 很明显菲律宾目前中叶岛这一个 雷达的这种监控战 它的战略意义真的很大 而且美国绝对帮了绝大部分的忙 背后是美国 背后是美国 那刚才您讲到法国也被拉进来 当然了 法国会不会自己跑来 我们不知道 但是马克宏他现在在任内的外交政策 我觉得相对是比较自主的 有时候他会跟美国合作 但是也有些时候他觉得美国的方向跟我不一致 他就会做自己的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 在目前的菲律宾找法国进来 可能背后还是有些美国的影子 因为包括美国需要多国进入南海 表示这个事情是个国际问题 第二点 法国他跟欧盟的整体的所谓的印太政策 或者北约的在印太这边的安全的态势 其实法国也必须要在适当的时候 以武力的展现 表示欧盟或者是北约维持南海和平稳定 还有自由开放的决心 所以法国我觉得 美国拉进来的可能性是比较大 但是我也必须说 马克宏他大概也没有排挙 这样子的一个菲律宾的邀请 而且菲律宾很清楚知道 他现在的先进的这种导弹护卫舰 目前才个位数 跟中国大陆海军实力完全不能比 菲律宾要在202930年左右才会又进来 六艘比较先进的导弹护卫舰 日本是给它了一些比较大型的巡逻舰 大概都在100公尺长左右 但是这些其实对于解放军海军 甚至中国大陆这种灰色地带的 在南海的这些行为 其实菲律宾的抵抗能力 它没有美国没有法国 没有日本等等的这些介入的话 菲律宾大概完全不是对手 对 整体来说 你说在南海这边真的是 中国大陆的主场 那即便 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认识 所有有关争议的岛礁都在这里 真正的所有南海的交通 都跟这些争议岛礁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 这里头是整个的 绿色那个县市航线 对 这就是密集 红色的就是最密集的 然后这里 这边稀稀疏疏的是中间 在南沙的诸岛之中 只有三条水道可以航行 华阳水道 南华水道跟中央水道 只有三个水道 而且这个水道 一天到晚在那边变化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里头讲说 假自由航行之民 或者或维护航行自由 等等之的民意来讲 那都是一些口识 就是强权想要干涉到这 只要你看到这个 南海所有争议的岛礁之中 那个航线根本稀稀疏疏 主要的航线都是这几条 完全跟他们没有关系 这个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重点其实在讲说 因为西方国家不断是强调 南海的自由航行的权利 对 那是完全 可是其实早就有这三条 主要的水道了 就是这个部分 不是不是 就是这三条水道是说 在那些有争议的岛中 有三条水道 这三条水道 根本就稀稀疏疏 航运量很少 大部分所有的商业航军 都根本远离这些岛礁 哪一个人瞎了眼去 靠近那些岛礁 那些又是沙洲 动不动搁浅 那个南海搁浅了一大堆船 那你怎么看 因为我们刚才说 即便是如此 美军还是派了他们 这个滨海战斗舰 叫吉福之号 在画面右上方 这个闯进了仁爱礁的海域 那美方说呢 这次这个舰艇的行动 是给菲律宾要打强星计 然后出动这个滨海战斗舰 在靠近岛礁水域 他们认为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这个吉福之号 是采用三体船的设计 这个蛮好奇 这个三体船 它到底特点是什么 三体船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是说对金鱼水面效应 然后破坏 这个就是说阻力 它对于它的速度 跟运动性能上 是有它的利基 但就南海这种海巷而言 这个就好像说是 你今天买了一副Lamborghini 然后在台北世界 英雄无用武 杀鸡用牛刀 不是 英雄无用武之地 但是你要派这些滨海战斗舰 滨海战斗舰 它的可靠度是声名狼藉 要不然美国不会把它提早 就是说给这个叫做淘汰掉 那个几次部署 然后以新加坡为基地 在南海浮擎 不是这个坏就是那个坏 有的时候有一次 还被人家拖回去 所以今天 现在说声名狼藉 对啊 所以根本的 这个派这种船去 它不要弄丢人现眼就好了 就象征性的 OK 好 说到菲律宾 其实这个之前 就是他们的前总统杜特蒂 也因为说担心被美国拉入战争 所以跟美国是保持忽远忽近的距离 可是现在执政的小马可市总统 他是不断加强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然后在我们刚提到的 就是现在提到这个南海议题上面 态度是很强异的 不断地授权 菲律宾的海军海警要宣誓主权 虽然说美非之间有这个共同防御条例 但是会不会就让菲律宾 时不时就拿来当做什么另舰 就觉得说有把握 有底气 反正不管他们有事 就是有事的话美国一定会出面的 是这样子吗 当然这个共同防御条例第五条里头规定 就是说菲律宾在太平洋上的船舰 也视为菲律宾的领土 一旦受到攻击就是双方要共同合作的一个责任范围 那美国在这个2019年开始 由国务卿蓬佩奥就开始声明说 这个所谓在太平洋上的船舰 就包含菲律宾在这个南海的船舰 所以马德雷3号就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 也算在内 对 所以当然这个对菲律宾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但是这个是2019年就开始了 那当时还是在独特地院内 所以说美国对于这个条约承诺的这种厘清 对于菲律宾的支持 对于菲律宾行为的改变有关系 但是不是完全的影响 还有其他的因素 比如像什么呢 当然包括说美国最近给菲律宾很多的军援 其实美国在去年给菲律宾 有超过一亿美元的这个军援 那这些军援呢 使菲律宾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盟友中 收到最多军援的国家 但还有一些因素我们比较忽略的 比如像什么 比如像马可士 小马可士本人 他家族跟美国的关系 因为在这个他上任之前 他其实在美国还有一些司法案件 没有厘清 没有处理好的 那在他上任之后 据说是这个问题已经处理 那这当然会对他们家族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相关的报道我们比较少看到 可是这个一定会有影响 而且美方现在也透过AUKUS 要深化在AI方面的合作 在画面右下方我们看到 这个AUKUS要测试AI 目的是要追踪中国大陆的潜艇 这个目标是把AI跟P-8A巡逻机 各种的军事系统做个整合 然后美英澳三方会建造三座陆基雷达 来提高监测太空的能力 当然虽然没有指明 可是外界也分析是说 这个合作就是冲着中国大陆的潜艇 重点就是希望透过AI来掌握中方潜艇的行踪 怎么看这件事情 华老师 这个很明显还是美国 对不对 因为你说英国跟澳洲 在AI跟美国可以并驾齐驱 大家合作交流 我觉得应该是美国带头 就是他们都是配合的 对 没错 所以你可以从新闻里面都看到 虽然说我们还不知道它实际怎么做 包括美国这个P8A 它比较先进的反潜机 美国都说我反正我飞的时候 我AI都会辅助作为一些政策 或者是甚至是攻击 攻击美国没有讲 但是在其他的战斗行动里面 或许攻击也是可以的 所以都是美国提出来 它的飞机 它的AI技术等等的 那这一个方面 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 在AUKUS里面 它有个第二支柱 就是要特别是帮助澳洲 在AI量子计算 还有像超音速的这个武器 或者是像网络安全 还有技术等等 要给澳洲更多的建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美国提出这个AI 我们也不必觉得奇怪 但是美国似乎在一些AI 就是武器类的 AI的这方面的测试 或者评估 还有管理的这个人才的数量 似乎还是不够的 所以美国能不能够 把这个AI很安全可靠的 转化成这个军事上的 这些技术 不然AI万一自己 变自走炮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可靠或可信 还是很危险的 就是美国还必须要确保 它在战场上 它是对美军有利的 而且不会让其他 殃及无辜 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说 如果AI这样做 如果继续做下去的话 AI其实它当然可以帮助我们人 做更多的目标的辨识 还有对于这个物体 它未来可能行动轨迹 还有它的这些可能的举动的判断 那这个都是比人脑 会快很多的一个技术 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建制中国大陆 而且根本就是带头 那英国跟澳洲就跟在旁边 就喊一喊就是 我要呼应一下这个葵伯兄 英国最近有开过一次 AI的安全的这个全球的论坛 然后有邀请中国大陆正部级的官员参加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在很多情况之下 英国也在寻求AI科技跟中国大陆 相互合作 那这里头之中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相关的演算法 以及对于感测器的增减分析的 过滤的能力 这个是在就是军事科技上 运用人工智慧最多的一个地方 中国大陆是叫人工智能 那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中国大陆对于这个人工智能 也有它这个相当程度的 这个雄心壮志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年的这个一带一路 第三次这个论坛的 全球性论坛之中 有特别这个习近平念了一个 就是全球人工智能 治理倡议 那个里头也就是提出来 他们预备去走的方向 所以不是光只有 他完全被动 就是让别人宰割 他也提出了很多去突破突危 而且跟别人联系的 各种的这个倡议跟提案 对 就未来AI的应用 其实也要特别小心就是说 会不会被反而用来对付 变成对付自己的工具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